杨户病重 司马延前来探访 杨户在临终之前向禁帝司马延推荐了杜狱 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昊 使陛下霸业成就 统一江山 说完之后 杨户合胜了双心 停止了呼吸 司马延非常难过 他很敬佩杨户 杨户向他推荐的人才是秘密推荐的 为什么不当这文武百官推荐呢 杨户是为了避免败官公朝谢恩斯门 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蓬党之一 我杨户推荐的人才杜狱 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 不是让杜狱感激我 我自己想从杜狱身上取到什么好处 是为了这个 所以司马延敬佩 说完这话之后 杨户合胜双心 弃绝身亡 司马延当时就哭了 中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 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 大家也都很难过 全落了泪了 司马延 视觉杨户为太傅 追逢俱平侯 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 黎民百姓是罢事而哭啊 这么说吧 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 示范杨户驻扎过的地方 示范认识杨户 知道这个人的 一听说杨户死去了 没有不掉泪的 说明杨户啊 每到一地 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 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 大家都怀念他 敬重他 为此落泪 有人提议给杨户是丽妙树碑啊 给造了一桶碑 叫堕泪碑啊 以示纪念 禁迪司马延回到朝中 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啊 唉 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 早就应该去江东啊 现在 稍晚了一点 那么司马延能立刻拜这个杜玉 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 这杜玉有个外号 叫什么呀 叫左传匹呀 杜玉这个人非常好学 是好学不倦 他特别爱读书 从小就喜欢读左传 你看 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 跟当年的关羽 关云长差不多 不过俩人看着这书不一样 关羽是喜读春秋 唉 这位杜玉呢 爱看左传 为什么叫左传匹呀 匹级大爷 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 如果说杜玉和敌军作战 两军列开队伍 你看杜玉身后那中军官没有 怀里头不捧宝剑 抱着一套左传 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匹 他可真有才学 要不然怎么养护蜜蜜的向司马延推荐他呢 现在禁帝司马延这一家风杜玉 杜玉就明白了 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收复江东 杜玉立刻是府民养兵准备伐武 现在江东怎么样 江东的老将军丁凤 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炕 已经相继而亡了 江东有些个良辰能将 听说司马延拜杜玉为上将军 镇南大将军 总督荆州一带 有些大臣意想不好啊 晋国既然摒吞了西蜀 他能够不娶江东吗 司马延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呢 咱们得提醒皇帝 多加小心 劝陛下多修仁德呀 就因为劝说这孙昊 防备晋国来犯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孙昊听不进去呀 他认为江东很强大 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 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有些位建臣啊 是当面苦见 动本劝说 把孙昊给劝极了 推出武门斩首 斩首是清单 重一重啊 就拨起面 凿起眼呢 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 谁不怕 那可真是一提孙昊 谈虎色变 不寒而栗 孙昊啊 在满朝 他就看一个人顺眼 谁啊 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 中常是岑昏 这岑昏呢 善于察言观色 他会看孙昊的脸色 看孙昊脸色行事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往上端什么 呵 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 一天呢 把这皇帝孙昊给哄得晕晕乎乎的 这宁晨岑昏呢 他可太坏了 朝里的文武百官 军民百姓 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可是呢 谁也动不了他 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 孙昊就能把你斩漏 所以大家呀 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 怨恨这个宁晨 这孙昊整天在宫中是饮酒做乐歌舞生平 这天晚上他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 突然进尘来报 说是进帝司马延 派人马几万 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 吓着孙昊蹭的下子就蹦起来了 这酒就喝不下去了 当时船指 升殿 他已经撒月没升殿了 现在什么时候啊 半夜三更天 三更天也得升 看来皇帝孙昊急了 终点齐鸣 哎呦 不是曼朝文武闹得这狼狈 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带来了 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功夫换 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 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 孙昊 当着文武把这事怎么一说 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 中文武怎么一听啊 全傻了 大伙心说想什么对策啊 啊 现在你急了 你早干什么来着 举敌晋国兵马 谁敌得了 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辰能将 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 如今派谁啊 派谁没谁啊 将都懒了 兵都散了 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大家都不言喻了 孙昊急了 我这跟你们问题 你们怎么都不理我 气得他 直拍龙叔案 那龙叔案上 那陈土呼呼都忘记飞 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 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 中文武一看 孙昊急了 是得出个主意了 不然呐 待会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了 有人乍着胆子说了句话 哎呀 陛下 您不必惊慌 我敢要举敌晋国人马 陛下您只有 百彻企将军 无言为帅了 这无言是谁 就一般这么个将军 干嘛单推荐他呀 不推荐他 推荐谁呀 哪有能人呢 孙昊一听 值得如此辣 立刻传旨 拜五言为都督 代价十万 拒敌进兵 能拒敌得了吗 孙昊心想 够呛 散朝吧 孙昊一散朝 背着个手 搭了这个脑袋 皱着个眉 回他请宫来 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 他是越想越发愁啊 这五言 能敌敌的了 金国的兵马吗 哎 这要是周瑜 周公锦 还活着该多好 哎 孙昊一想 周瑜活着的时候 还没我呢 哎呀 陆康也行 现在全没了 这些人 这怎么办 他一抬头 在门口那儿 站敌人 瞪着低流 人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 谁呀 陈昏 哎 孙昊一想 行了 平常这陈昏 没少给我出主意 今儿个呀 我向他问问记得了 他一点手 就把陈昏叫过来了 把这事情这么一说 陈昏一听啊 心里就直秃秃 吓得 心里说老天哪 我哪懂得 为国打仗守边疆啊 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 还可以 这事您怎么也问我呀 哎呀 问我 我就得有所答呀 如果我说不上来 他要是前仗后仗一块算 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 想到这样 陈昏把胸这么一挺啊 陛下 就为这么点事 就把您愁成这样了 用不着了 没事 啊 孙昊瞅了瞅 陈昏 没事 啊 陛下 那时候 那时候咱们江东才多少人买 才多大个地方 六郡八十一周 周鱼周攻紧 只能率领五万人马聚敌草草 现在 现在咱们江东了的吗 四周四十三郡 三百一十三县 五十二万三千户 官吏不下三万两千多人 兵马不下二十几万 男女老幼 黎民百姓二百三十万 咱库里的粮 现在存着二百八十万户 战船不下万只啊 也喝 孙昊瞅了瞅 陈昏 心说行吗 这中常事 比我这皇帝知道的事多呀 这孙昊 是有点昏庸透顶了 他也不仔细琢磨琢磨 现在全国所有的表彰 是打到朝内来的 先都得到陈昏这 不从他这过呀 你根本过不去 所以 陈昏知道这么点事 他今儿个想开导 开导这皇帝孙昊 孙昊 这么一听 既是如此 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 要我说呀 陛下 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 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 咱们这地方出铁呀 您哪赶快传旨 多打些铁链子 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他封死 拿链子给他横住 他什么船也进不来了 同时呢 您在下一道旨意 让多打一些铁毛啊 几丈长的大铁毛 把他悄悄的下到水里 敌军船只一道砰的一下 就把船给他扎漏了 司马延总然派来些个兵将 有些占州 他能有咱们江东的占州多吗 就这趟扎 给他扎个稀巴烂 他是不战自退 哎呀 孙浩一听 妙计妙计 当时传旨啊 河 沿江一带 叮叮叮啊 当当当 就打开了铁链子 造开铁毛了 江东的军民啊 真是哭笑不得呀 心说 这能挡住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 这时候 杜豫也听到禀报了 说是江东有一个曾荤 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 用铁链子 拦住所有的江口 水里头下了不少铁毛 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 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 哼 唉 杜豫轻轻叹息一声 可惜江东 当年啊 那周瑜周公锦在世的时候 他和孔明先生 联合一处大破曹兵 周瑜曾用过苦肉计 大过黄盖派看责下过诈祥书 那庞统庞世元 巧献连环计 把曹子战船全给连一块了 才把那位曹操曹梦德杀得大败 唉 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 现在这是谁给孙昊出这么一馊主意 看来是江东当王 天力难回呀 他当即传令 让造两千只法子 法子上榜上草人子 草人子穿那真人的衣服 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 点起火来就烧 就把那链子烧断了 单准备八百只小舟 小舟上暗藏水军 专门管拔那铁锚的 随后杜狱传令各路人哪是一齐进军 浩浩荡荡奔奔东吴杀来了 江东那些军族还看呢 开始他们发现呢 那大法子了 看法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 嘿 大么大样就飘来了 这不找死吗 甭理他 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 而且还有大毛 不要紧的 别敬仗着那个 那也不行 他离咱们近了 咱得开弓放箭射他 对 随着帮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 哟 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 看这些进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 可是一个流血就没有 更甭说躺下的 有的身生中了数十箭 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法子上站着 这吴国军校才明白 坏了 那根是假的 是草靶子绑的 哎呦 有的那偏将就愣了 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 聚草的时候 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 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剑 今儿个 这晋国度育 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这样 等他们也看明白了 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 砰的一下 这火就点起来了 哎呦 这一通烧 整个的筏子 草人的全都着了 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 跟着小周 钻着烟火就过来了 就把他大铁毛给拔了 随后是一骑冲杀呀 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 这风啊 就一个劲的往江东那边刮 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 哎呦 风界火势 火界风威呀 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 那位都督五言当时被杀的大败 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就这夜之功啊 杜豫就兵取了江陵 跟着他就进兵元乡 是直倒广州朱郡 最后包围了石头城 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 水泄不通 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浩 给困在了城中 孙浩准是魂飞天外了 没有 这孙浩还真够横的 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 他也不发愁了 也不叹气了 这时文武白官逃来了 陛下不好了 进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 孙浩怎么一听 寡人早已经知道了 你等不必惊慌 爱押陛下 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 都是那曾荤之罪啊 是他出的主意 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 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 剧敌进兵 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 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毛 一点用都没有 陛下您应该力战尘吞 将其肃以施万断 孙浩摇了摇头 诸位爱卿 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 一个小小的曾荤 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 哎呀 急得纯臣直跺脚啊 我们这皇帝 真是昏庸透顶了 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 列位 咱不如杀了这个宁臣曾荤 然后 保着陛下 与禁军决议此战 被成一战 言之有理 哎 慢来慢来 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 把曾荤的命给保住 那哪保得住 哗啦 那一下 文武冲杀到那后宫 就把那曾荤当时给剁成肉酱 随后 这些文武想被成一战 战不了了 这时候 杜狱已经杀进石头城 让寡人束手 糟情不成 众文武互相看了看 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 陛下 我看不如这样 您效法西蜀主流禅吧 投降 孙浩 孙浩把双精一瞪 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延的跟前称臣 陛下 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置时 不是也像曹丕称过臣吗 嗯 孙浩一听 道也有理 汤浪他把宝剑扔了 当时是自拂抬衬 出五门 投降 自己把自己捆上 抬着棺材来了 来到街头 往杜狱的马前一跪 杜狱赶忙下马 亲戚其佛 把孙浩给掺起来 吩咐人 赶快把这棺材烧了 安慰了孙浩几句 随后啊 杜狱是出榜安民 查仓点库 和 江东的四周四十三郡 三百一十三县 五十二万三千户 官吏三万两千多人 兵马不下二十三万 男女老幼二百三十多万人 仓里的弥谷是二百八十万虎 各种战船五千多只 宫内侍臣不下五千余人 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延了 这是司马延灭了西蜀之后 又灭了江东 这杜狱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 同时呢 也把那位吴主孙后 压结到了洛阳 司马延一见这表彰 可把他乐坏 一夜他都没合眼 怎么回事 激动的 司马延 辗转反侧 思绪万千 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 从环陵二帝施政以来 诸侯革据三国纷争 雄聚北方的曹操曹蒙德 日夜想着统一江山 没统一得了啊 就是那位知天文小弟里一心浮汉 智谋过人的诸葛亮先生 也未能成功 江东那位有勇有谋 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众谋 也没有能够统一啊 是自己的祖父司马仪 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 为了霸业成就 苦战一生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给自己打下了基础 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 司马延怎么能够不激动 第二天一早 他是大雁文武 司马延端起酒杯来 眼泪躺下来了 呦 文臣武将都愣 陛下 这么大的喜事 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 哀 列为爱卿有所非之啊 今天之所以能娶了江东 此乃是 扬护太父之功也 是他向我推荐了杜狱 是他再三上本 让我兵娶东吾啊 可惜 杨太父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 我为此落泪 哎呦 群臣非常感动 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啊 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 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 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 大家 所以感动了 九夜已闭 司马延立刻升殿 他要见进这个孙昊 就在他的龙叔岸旁边摆了把椅子 把孙昊给带上殿来 孙昊 见司马延一识礼 不但司马延 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昊 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 拨面皮扫眼睛的皇上 真甚人呐 一看孙昊啊 并不怎么凶恶 他见司马延识了一个礼 司马延微然一笑 指着指那把椅子 震慑此座 戴清酒一样 看见没有 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孙昊听到这冷笑一声 臣于见业 也设此座 以待陛下 我在石子城那 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 喝 这孙昊 给这司马延还回来了 司马延点了点头 心说孙昊跟刘禅可大不一样 这主可够横的 司马延撇了撇嘴 心说你这叫什么横 你要真的横 你想主意 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 现在你都撑了我的阶下囚了 你这穷横什么呀 司马延不想和孙昊 斗口纠缠了 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 司马延封孙昊为归命侯 事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 从此蜀未无三国归尽 司马延统一了基业 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 还有那曹魏皇帝曹患 以及这位孙昊皇帝 后来都怎么样了 这三位皇帝呀 都落得一个善终而亡 刘禅死于太史七年 就是公元二百七十一年 东母主孙昊死于太康四年 就是公元二百八十三年 曹魏皇帝曹患死于泰安元年 就是公元三百零二年 魏蜀无三国 他们从成立到灭亡 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 曹魏啊 从二百二十年曹批成帝 到二百六十五年曹患下台 一共是四十五年 西蜀的刘备在二百二十一年称帝 到二百六十三年流产投降 一共是四十二年 江东孙权在二百二十二年称帝 到二百八十年孙昊归降大晋 一共是五十八年 天下大事 和酒必分 分酒必和呀 后人由古风探三国 分分事事无穷尽 天树茫茫不可逃 顶足三分已成梦 后人平调空牢骚